在团里排练我们那天 完了下午排练状态非常好 完了排到晚上七点多钟 我们说饿了 大家叫点外卖吃吧 吃完之后 我站起来就觉得头晕眼花 就冒虚汗 完了就开始上吐下泻了 就不行了 其实我们本来这次排练就只有三天时间 耽误了整整一天 对 对对对 因为这段爵士舞太快 它的节奏性非常快 完了包括双人的配合是 配合接配合这种复合式的 所以因为千千 她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双人舞这块的 所以说对对我来说还好 但是对她来说难度太大了 但是毕竟是双人舞嘛 我们两个配合来说 出现问题特别多 所以我 比如说就是我们像我们之前表演的 我们可以完成一个托举 一个配合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配合接配合的话 比如说从高抱下来 再放到地上 再从地上再抱起来之后 就完全就是衔接不起来了 是这样 我感觉因为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双人舞嘛 就是根本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所以对 其实在组里我跟刘霄沙嘎关系我们三个最好 我记得那天晚上她走的时候 我们给她唱了一首《我的好兄弟》 我们一起去唱歌嘛 完了她就抱头痛哭我们三个 完了她就说 不管怎么样 你在这儿 算我们留下的遗憾 你们两个都要好好的 是武林争霸 对 因为我跟郭爽是很早就认识 但是只是认识而已 不是特别熟 就是通过武林争霸 我们天天没日没夜的排练 吃饭 天天在一起 就是关系特别特别好 我对他们两个离开非常非常意外 对 其实这话我今天不敢说 因为我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我自己不是基本算是不满意 因为我感觉在作品的完成度来说 我不满意 特别不满意 我感觉就是像我在台上说一样 这个舞蹈没有一个我去发力的点 我去表现自己展现自己的一个点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跳什么 对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运气成分比较多一点吧 对 我觉得现在流量台上每一个舞者都是非常棒的 老师他们怎么给票都有他们自己的意见 我们也非常的就是坦然的去接受这个现实就可以了 太多了 太多了